Hello,我叫水水筆Sleeping Pen 這個水水筆的由來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些筆全部都睡覺了 我就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緩醒他們去創作 所以就叫做Sleeping Pen 用來提示我自己的 Hi,我是Wincent Ma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你在看的是Toys TV 你其實很男生的性格是不是? 是吧 他仍然不男生,但你的性格其實 可以很爽,一個人衝去歐洲 是啊,也會的 又一個人去了意大利和內地 想找一些工作室 或者老師去學畫畫 是啊,因為看到一些比較大C級 就是世界級的老師 真的嗎 是啊,因為譬如上海那個 他其實是世界級的水彩冠軍 他參加了大型比賽 他幾年都獲得冠軍 我一看到他這個workshop 我就馬上報名 因為我覺得自己都要改善的東西 還有很難得的一個這麼知名的老師 當然是怎樣都要去一去 就算不在香港,你要飛去 你都要去找他 就是不想錯過這些機會 其實即時覺得自己有進步 因為他即場示範給你看 我覺得他也搞得很好 吸收了很多 所以是非常值得的 意大利那次經驗就更加深刻 因為他 我當時就更年輕 自己一個去到這麼遠 是很可愛的 他們拿著我的名牌 拿著我的名字在機場接我 這樣 去到跟一個澳洲的水彩畫家去畫畫 每一天就一起跟幾個歐洲的人去參加 我記得我是年紀最小的 我當時是二十幾歲 可能28歲 其他另外一個年輕的已經到50歲 其他全部都是阿婆阿伯 即是七十歲,六十幾,七十歲 有一個80歲 我記得 我跟他們一起相處 一起去畫畫 每一天早上起床一起吃好餐 住在一間很大的屋子 一起吃好餐,一起去畫畫,寫生 有時就在一個workshop那裡一起畫 那次是自己一個第一次去到這麼遠 從來都沒有試過 就算去旅行那些 都是跟朋友、家人 都很緊張的 一邊畫畫的時候 就會比較放鬆 放鬆一點 因為其他人都不懂 所以畫畫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些東西會投入 個人會放鬆 我會畫一些日本風 例如招財貓、達摩、達摩 紅色那塊 筆倒翁那塊 還有一些關於日本畫風的東西 因為這個其中我喜歡日本畫 除了喜歡日本畫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商業性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就是捉住香港人 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無論我畫一個達摩 或一個甚至乎 就這樣畫一個富士山 香港人都會很喜歡的 其實香港裡面有很多日本的東西 真的太多太多了 很可愛 我畫日本的畫 真的會很受歡迎 還有小小張我畫一些 叫做豆仙紙 即是一些日本商物畫的紙 小小張他們容易收藏 容易擺放 擺在桌頭或在公司 我之後一直畫動物 我經常想畫一個角色 如果別人想起碎碎筆 他們只是想起碎碎筆 可能畫動物 畫水墨畫 但我經常想想一個角色 一個角色 是關於我的 但我都是畫一個動物 但是一條魚 我畫一條魚 他加了些句子給他的 香港人壓力很大 所以我畫一條 很喜歡休哉游哉 很喜歡享受 在家中 或者享受 通電話 每天做 他們就會 放工就是喜歡這樣 放鬆 這條魚就是這樣 畫出來大家都很喜歡 覺得這個好啊 很想就是這樣 或者這個 就會指著對方的男女朋友 這個就是你了 去幾次 數不到 數不到 因為之前都試過一年去四次 對 我是喜歡一些 比較多些文化東西 或者多些風景 但是 因為其實 我買的東西 是到處都買到的 你不一定要大城市 才買到那些東西 對 我不是買一些 潮物 不是買衣服 不是買玩具 我都是買一些顏色 紙 到處都買到的 我比較喜歡去九州 有風景看 其實都有市區的 所以比較喜歡九州 跟一個日本老師 學浮世繪 那時候 都跟了他七天 我每天早上起床 然後就買了個飯盒 跟老師一起吃 在他的工作廳 那裡 學浮世繪 因為我喜歡日本文化 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然後浮世繪到底是怎樣的呢 原來浮世繪 原來浮世繪 全部都是版畫 是雕刻出來的 對 例如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是 應該大家都見過 這張畫 很出名的 但是那個 那個 畫浪 其實這些 全部都是雕刻出來的 連這些字 其實都是雕刻的 就是雕刻 印出來 所以 令我很驚訝 原來 所有浮世繪的 所有 每一粒文字 都是雕刻出來的